好 開麥克風了 我講到裙拉褲了 大家好 因為剛才同一位來自山東大學的一個研究生 講講香港選舉問題 所以剛剛才到 其實遲了 往時這個時候開麥克風了 我們都很少遲的 今天就遲了幾分鐘 都很對不起 我從這個選舉條 這個選舉 你知道我們少了一個人 因為區議會就開跑了 我們麥克風就要處理地區的事務 就分身不下 開始忙了 又怕網台的節目就會影響 原來有關選舉可能會影響 怎麼影響呢 不知道 因為他怕說 一有意參選 然後再落實參選 網台又不知道怎麼算數 例如做這個節目 但我又沒有講選舉 但是他又會出來選 那怎麼算數呢 好像說他 網台就好像不太限 但是在網台裏面 就不可以說一些 叫人不要選某某人的言論 如果我說說我選我自己 譬如我謝二方出來參選 我現在請大家投我一票 那可以嗎 他沒有說說不行 都沒有說說可以 現在就是煩惱就是這些事情 那 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你要去規管一些網上的選舉活動 有時候不知談何說起 譬如最近呢 又說了 Facebook 都想管 那怎麼管呢 譬如我謝二方 我現在說他出來 參選密貿區 那我就把我的資料 把我的政綱 丟了上Facebook 那請大家 就投我一票 那他說要 和這個選舉事務處 那怎麼報備呢 譬如有人在我那裡留言 他說 說我不喜歡選你 或者說我很喜歡你 我一定投你一票 那 每一分鐘 每秒鐘都可能有人留言 那我 那我 那我怎樣去 記錄這些東西 然後報給選舉事務處 可能我報給他那一刻 裡面就有十九幾個留言 那怎麼辦呢 是啊 那就是 那很難搞 那譬如有人like我 那這個like 那我又需不需要點算呢 那 就是點算完之後 那又怎麼計算呢 那 可不可以化成這個經費的呢 就是我不知道他怎麼搞 現在 譬如 你說一個like值五元 那我可以計算 我算完之後 我有一百個like 那我值五百元 那 那你又沒有指引 是一個like怎麼計算 那有人說 我一定會投你一票 那又怎麼計算呢 那好了 我發了我自己的資料上 請大家投我一票 那又怎麼計算呢 你當是競選海蜜競選經費 怎樣計算在我的競選經費裡面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他又想管 但是他又未說得清楚 是的 所以這個政府呢 我發覺都是有些問題的 大哥 就是你經常搞這些事情 你找一些 適網的人來去研究一下 大哥你不要找一些 九不答八不適網的人 上一段 已經說要在那個網台上面 要有關於選舉 要有些公平時間 是不是 否則就犯法了 譬如我今天有三個人出來 一個叫陳大文 一個叫黃小 一個叫張小牛 那我講完陳大文 一定要講其他兩個名字 如果不講 有犯法 那結果呢 我們 人民力量 和結合網台力量 結果就把這個馮華法官 那一套 這樣的 這個網上規管 就打掛了 嗯 那就是 馮華法官都知衰 他都說我原來 我真的不懂電腦 那你既然不懂電腦 喂 Facebook 你又不要再管了 大哥 就是你再管Facebook 你都是不懂電腦 而已 Facebook多複雜 比網台還複雜 網台還說 你講了某一個人名 你不講那兩個人名 都還有根據 Facebook 真的不能講 大哥 是不是 我我我喜歡 放了我的東西上去 我把那張海報 那張帥哥 放上去 那怎麼計算呢 有沒有一個數 可以計算給我看的呢 那些人支持我 那又有沒有一條數 可以計算的呢 支持我值十元 like一個就是值五元 那我也知道怎麼計算 喂差不多 我爆燈了 你不要再like我了 你再like我我過額了 一個區議會選舉 那就是五萬三而已 那我可能用了四萬元 還有一萬元 給你like兩like 我都虧了一本 糟糕 那如果從陰謀論去看 其實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是想 就是做些 就是買些服膳 就是有沒有說可以 我說不行 到你就是 就是解餘了 大勝 就找人搞一下 喂 不是喔 你可能會過競選經費 因為你那個facebook裡面 有那麼多人 有那麼多人支持你 麻煩你交代一下 你這些費用是怎麼來的 會不會過一個預算 所以呢 這個政府呢 就是沒什麼好搞 他就是想不到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搞你們這些人 那他就是他明知道呢 網上這些這樣的活動呢 都是以人民力量是最盛行的 就是以前就是社民連 就是一網上一吹雞 就真的都很多人的 那現在都是人民力量 就是以網上力量最強的 那他就是想搞人民力量 那你搞也不要緊 你要有根有據 有強有資有業才行的 是吧 你憑空想像 那他就是想煩你 譬如你真的 他不需要當不當選 你落選也好 當選也好 ICAC有空找你 你去解釋一下你的煩 是吧 就是你都要花時間 你跟他解釋 他說有人投訴你喔 用facebook宣傳喔 你又沒有報這個 競選經費 或者你沒有報備喔 那你上來解釋一下 那累你三幾天 你十個八個小時 你都很無謂 是吧 所以這個政府有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想搞什麼 但是都沒辦法 是吧 那麗在這裏 除非你跟他死過而已 否則你不跟他死過 就唯有屈服 還有呢 要不你就公民抗民照做 是吧 就試一下你想怎樣搞我 是吧 就是你盤了一些時間 很多的 例如我是喜歡 我是鋪天蓋地 在facebook 每天都下 每天都說 那你能吹我的帳嗎 那你就告我 我看你做什麼 那起碼搞清楚 讓後人都跟隨 就是一錯了 原來你沒有報 沒有報的原因就是 你只是報的而已 又沒有什麼競選經費的 但是你沒有報就犯規 原來呢 你一報就要自己計 競選經費 那你要估計 你放了facebook 然後呢 你那個 你這個 這個項目 你有幾多人去瀏覽過 然後 即算成為時間 時間再發明金錢 你自己一個統計 否則政府跟你計 那政府說呢 你一個like 就值一千元 那 就還有富翁了 是的 但是你幾十個like 之後你就爆了 所以 都好的 我覺得都需要找人去 公民抗民一下 不要理他 即是先試一下 是的 你告我 我就知道 我告什麼 等下一次 我知道 你告我什麼 我也知道 怎麼做 所以 沒辦法 我們希望 我們網上的聽眾們 如果有意參選 又可以 花下時間 公民抗民 我都 我都贊成做一做 這樣 是的 那 我們麥先生 這個禮拜 和下個禮拜 應該都不會來的 因為 他地區上的事務 都比較忙 因為 都 區議會的選舉 接近 他都要花點時間 那 這兩個禮拜 都見不到他 希望 再下個禮拜 見到他 如果他能夠 搞得到自己的工作 安排到的話 因為 他告訴我 做這樣的節目 大概都要花十幾個小時 找資料 那 需要的 那 我們三個差不多 沒錯 差不多 基本上 有時在公司 扔掉所有的工作 都浪費到門 大家不要來煩我 有些什麼都不要打給我 溫習 我在溫習 讀書 讀書的時候 我又不是那麼好 如果讀書的時候 我就真的拿十個優 現在也不錯 那就好了 今天講一個 很特別的人物 是 這個叫做大粒將軍 那 大粒將軍 這個人就是非常傳奇 那 如果 從他一路開始計 他 他是 他其實就是 都是讀海軍的 他是海軍出身 那 都是跟 都是跟蔣介石 跟黃埔有沒有關係呢 黃埔應該關係不大 因為黃埔是沒有海軍 是的 他是陸軍 但是他是海軍出身的 那 也跟蔣介石出身 也跟著蔣介石 也很崇敬他 那就是 最初他建立這個 特務系統的時候 就是 應該這樣說 是 共產黨是成立這些 特務組織 之先的 國民黨是基本上 不重視這件事的 那 到他們 不斷被共產黨滲透 是 是 由 顧順章 就是 後來 抓了顧順章 就是國民黨 抓了顧順章 顧順章 第一 就爆了共產黨的資料 第二 就 也都 就是 暴露了共產黨 他們的特務機構 那個 組織的滲透力很強 是 是不是在1927年那段時間 在上海抓顧順章 是 說什麼 大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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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顧順章後來 就是因為 共產黨說過半變 周恩來親自 就是 殺了全家 是 就是我們不要看周恩來 看出來就是 謙謙君子 很 那型 又 很溫文耳啞 這個人絕對是 心狠手辣的 顧順章一家 現在 顧自然被他 殺 是當時 周恩來派了一隊 這些 暗殺隊 去到顧順章的家 其實是 顧順章裡面 所有的人殺了 包括 嬰兒 包括 一個曾經救過周恩來的恩人 都被周恩來殺了 那所以呢 不要被周恩來 和不要被中共的宣傳 覺得周恩來是一個好人 這個絕對不是好人來的 那就好了 顧順章一家殺 即是他這件事之後 就爆了整個 中共的特務組織的滲透力很強 那蔣介石覺得 都不行啊 大哥 我們都要 我們都要組織一個 我們都要搞一個 人家搞得這麼好 我們都搞一下 那 就找了這個 戴粒 就組織這個 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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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務連 那 就好了 這個 當時都 都 做得很好 有聲有勢 做到 就是 因為 因為這樣 令到共產黨 都無處容身 幾乎 整個 中共的特務機構 是全部癱瘓 即是在上海 那個特務機構 上海 直至到 西安事變 當然 周恩來就是奉中共之命 就是在談判 是不是 那麼 中共就向蔣介石提出一個 要解散 你們這個特務工作 這個組織 是 因為他覺得 長子下去 我中共 沒有人走的 是 所以趁現在大家講數 就說 你取消他 大哥 如果你這樣放下去 我沒有人走的 那麼蔣介石 當時當然沒有 沒有一口答應 但是都 因為都受到很多壓力的 那麼就回去之後 就改組了這個 這個 特務組織 變成這個 中央軍事委員會 調查局 中央軍事委員會 中央組織 軍統局 那個 中統就是軍統 軍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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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簡稱軍統 軍統系 是 這個 大粒 屬於軍統系的 頭 是 他做副局長 但是那個局長 是沒有權的 實際上的權 就在副局長身上 因為要掩人耳目 就是 大哥你改組 你這個所謂調查 軍統局 結果你找回大粒來做局長 那你就是 又是從屍顧忌 那 就不如做得好一點 那你做副 你做副的 是 軍事統計局 沒錯 軍統局 那 之後 之後 都 令到 那個 令到中共 也沒有說話好說 是 既然 也都改組 但是 軍統局 當時的權力也很大 那他就滲透到 除了外對中共 那 內就是滲透到 就是國軍中 是 社會各階層 那 就 都拿到很多資料 那這些資料拿著 就會令到很多人 不安 是 因為你知道很多人的私隱 因為你從 可能從他的溫隊活動 那個將軍 的一些指令 或者他平時的一些生活 你拿到很多將軍本身的 一些私隱的資料 而這些資料 可能是 不能公佈的 一公佈於天下 或者有幾個女兒 或者什麼時候去過叫雞 或者不知道什麼時候收過別人的錢 那這些東西 或者可能和 敵方 無論是中共 或者是 日本人方面 有 有少少 這個 聯繫 那這些資料 一爆出來 你的將軍不但不能坐 還很嚴重 那所以 這一個這樣的做法 令到很多 很多上流社會 各個階層 而到軍方 都人人自危 那覺得 長矢下去 就是你帶一顆 就是捏著我 那我成輩 又是沒有人走 所以 你知道太多東西了 所以 也都 又一次受到壓力 那 中共就提出 因為都 令到他們 中共都不能發展 第二次向蔣介石提出 你一定要取消軍統國 那 這個說法一出之後 國民黨內部 又紛紛響應 軍隊裡面 又紛紛響應 因為 大哥 你不取消他 不要說中共不行 是我也不行 每個人都有一些事情 不用讓人知道 是 所以 變成 蔣介石又受到很多壓力 就是 軍統國 也是非取消不可 嗯 那就好了 直到 就是 這個 就是 其實 大粒 也都很不高興 那就 一走 走了去青島 去了山東 就是你說 休養就好 什麼都好 去了那邊 就靜養了 那 有一天 1946年 就 蔣介石 就給了一個急電 這個 現在說 就是 我們還沒說這部分 就是 本身 大粒是一個 一個特務投資 是不是 一個很出色的特務投資 那本來叫 大雨龍 那 那 那 他死了 他死了之後 待會我們說怎麼死 他死了之後 就 都令到很多 中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就是 那些特務的 線 斷了 因為 他不是現在可以 可以傳入電腦 又加密 大家看不到 那時候 純粹靠一個單線聯絡 那就是說 只是大粒 直接 向你 去 輸送一些消息 或者一些資金 就不會有橫的 就是 橫的 我不知道 大粒一死 所以 整個 特務系統 基本上是斷了線 因為 集中在他身上 就是 簡單來說 所有 整個特務組織的一些資料 都在我的頭腦裏面 在電腦裏面 對 那我 我死了 就等於斷了線 整部機都輕了 就是 連裏面那些 Hadis都資料沒有 所以 都非常可惜 如果 大粒死遲幾年 的話 我相信 國民黨 雕塞 大陸的時間 可能會推卸 或者 不會丟失 因為 他對中共的滲透 都很厲害 不單止 中共滲透 國民黨 國民黨滲透 中共都很厲害 我們說回 他坐飛機 就飛回去 上海 跟著去南京 去重慶 先去上海 就去重慶 就見蔣介石 蔣介石照他回來 做什麼 就跟他談這個 改組 不是 取消 取消 取消軍統局 就是怎樣取消 但是 就在這個 空中爆炸 那就是 大粒將軍 從這個飛機 就一起 就消失 在這個天地 宇宙之間 那就好了 都很多 很多這些 很多這些 這些叫什麼呢 傳言 有些就說是 蔣介石想殺他 但是我看不出 蔣介石憑什麼想殺他 因為 老實說這些軍人的東西 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我叫他回來解散 就解散 我需要殺他 只有 只有 大粒想殺他 那就是 蔣介石 何必要殺他呢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不是事實 而且他代價也很大 是的 第二 就是 中共想殺他 中共想殺他 也有些理由 因為 這傢伙 放在這裏 是敵人 我們真的沒有空 想殺他 也成之理由 第三 就說他的學生想殺他 他有個很親密的學生 就是說因為 這個學生 也是當年在中共那裏 投誠國民黨的 那他覺得 會不會 將來有一天 戴粒會反轉 朱土是屎 就是把我暴露出來 那我沒有空 這個又不是 因為 在戴粒整個 就是歷史裏面 這位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這位仁兄 是戴粒很信任的人 那他又沒有理由殺他 好了 那這三個都不是殺 那誰殺呢 有人說是美國人殺 美國人就是因為 他 因為 抗戰勝利之後 就知道戴粒將會展開一場 大屠殺 那這個大屠殺什麼 就是當年 在這個 抗戰期間 做這個 漢奸的 曾經幫助過日本人 就是 漢奸和幫助日本人 兩個不同的層次 漢奸就是 就是他自己也是做日本人 就是欺壓那些 漢人 中國人 幫助日本人 怎樣幫助呢 為他走過 他需要 有些酒店 我跟他買 他說買包煙 我跟他買包煙 那這個需要幫助呢 所以美國人覺得 哇 如果連幫助日本人都要殺 那這一場是一大屠殺 但美國人又怎麼會關心中國這些事情呢 美國人覺得 美國人 美國人 善心嘛 就是覺得 是不是 那些傳言就這樣說 所以美國人想制止 咦 這一個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所以就先下手為強 那在 大粒飛回去 上海的飛機上面 那個 那個叫做氣壓計 是 氣壓計裡裝了一個 計時炸彈 那就是 在空中爆炸 那就爆炸 那就令到 大粒死了 那這場大屠殺就不會存在了 就是這樣說法的 哦 這樣的 那所以 其實都不可信的 老實說 是啊 因為美國人對 和中國的關係 對中國人 不會花那麼多心思 是的 尤其是我們如果看回 即是接下來我們會講的 太平洋戰爭呢 那也都會知道 美國人根本是 就是當中國 不是一個可靠 或者是 他心目中認為是可以 結交的盟友來的 好了 那變了就是 就是 就是有四個說法 這四個說法 老實說 就是 你知道呢 哪一個人死 哪一個名人死 一定有很多傳言 有些人還說 現在是 貓王還沒死 又不知道 哪一個島 李小龍都還沒死 就是 就是連張國雄都還沒死 就是 就是 傳言真的 可以怎麼傳都可以 是啊 所以這些傳言 又經過幾十年 就是 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他們都會猜出來的 很多都說出來的 所以 大家當一些 柴魚飯後的資料就算了 好了 我們都講到 這個1941年的時候 就是中國特工 就破譯了日本一個密碼 那這個密碼就顯示到 日本人在這個太平洋 就 那個海上活動非常頻繁 嗯 那就是 大粒就 判斷 日本人想摘珍珠港 那 就把這些資料 就送了過去 給美國的 情報單位 是 美國人說 我都譯不到 你譯到 你不是吧 所以他不信 不信就 真珠港 偷襲真珠港 就這樣成功了 所以 就是 由這件事之後 就反而美國人 就體重了大粒 就是覺得 哇這個人都 非同小可 都是 都是 人中龍 是 所以就 派了位 人 派了美國人過來 就搞了一個叫 中美合作社 中美合作社就是 其實搞 雙方的一些 情報上面的交換 那 大粒也都很希望透過美國人 去裝備 中華民國當時的一些特務的裝備 因為老實說 我們那些裝備 可能真的拿兩個杯 拿一條線 就通話了 哪有無線 哪有針空鏡頭 那些東西 當然沒有 可能是廚紙仔的 所以 都希望能夠得到 美國人這些援作 所以中美合作社 都運作了一大論 剛才都圈我們了 那 下一節我會講一下 大粒的一些驗屎 哦 一些驗屎 它是蝴蝶 蝴蝶小姐的驗屎 好 待會再見 好 待會再見 1 1 6 5 5 6 5